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 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元醫生 近來我們都一連串 將一本很暢銷的 在亞馬遜五星級評價的 一本日本的翻譯書 叫做 《藥都不能吃了媽》 這本書 將裡面的內容 都詳細和聽眾分享了 今天我們來到最後的部分 既然我們聽了那麼多 所謂的藥 其實都有那麼多的問題 都不能吃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一些解決的方案 大家最近都看到 我們是很刻意 很詳盡的 將一本書的內容 分過很多集 因為這本書實在太好了 本身是日本的暢銷書 在日本是銷售過百萬本 幸好被翻譯為中文書 台灣跟日本的文化交流得很好 所以將這本書翻譯了 叫做《藥都不能吃了媽》 所以我過去一直都想辦法 把這本書的內容 很詳細 差不多整本書都講給大家聽的內容 最後大家要講 怎麼辦怎麼算好呢 是的 我們知道很多人經常都有感覺上 有一種錯覺 他說 我有病 我不看醫生 不吃藥怎麼會好呢 其實這是一種很錯誤的觀點 這本書第一個部分 已經解釋了 我每個人有100個醫生 為什麼你不用自己身體的100個醫生 在外面用這樣的藥呢 其實所有藥都是一種有副作用的外來的異物 生命的異物來的 這件事永遠是毒害你的身體 所有的所謂治療作用 其實是一種毒的作用 毒出來的作用 毒到你那個體溫下跌 那就變成了褪酸藥 毒到你的血壓下跌 是不沉順地下跌 這就叫做降藥 其實最基本的要大家了解 因為凡是用藥醫病的 其實那個機制都是毒出來的症狀 當然呢 某一種藥物的毒 不是一種症狀 一種的現象 其實很多其他的 其他出現的那些 就是不良的副作用 是的 好了 這本書繼續說 他說呢 他在日本下 近年日本 這個很有趣 因為我們大家都常常以為 那些日本人是很長壽 這個肯定 是的 應該長壽得來 相應上應該比較健康 健康 但是根據這本書 所揭露的資訊 其實日本人都是 都是吃藥吃得很離譜的 嗯 所以都不是一個健康的一群 好了 他說呢 在日本近年來 埋守於藥物的現象 簡直到不正常的地步 他說以憂鬱症為例 他說全國已經超過一百萬人 其中半數呢 是會復發的 即是經常的憂鬱症復發的 而四分之一人呢 就是 四個人裏面有一個呢 就有一個療程呢 是已經治療了兩年以上 即是長期治療了 而這些這樣的患精神 被精神科醫生 開了大量的各種藥物處方 其實整個人呢 就好像浸在藥池裏面 被藥物演活了一樣 他說 有些人初初 只不過找醫生 是有少少是失眠 那 就因為這個簡單的失眠問題呢 就被開了成七種的抗精神病藥了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藥池 地獄的開池 那他其中有給了一個例子 那他的主婦A女士呢 是一個抑鬱症的患者 那他家 在住家附近 有一間精神科的診所呢 就拿了很多抗抑鬱藥了 那但症狀依然沒有改善 那於是乎呢 醫生就再增加抗抑鬱藥的種類呢 也都加多幾種 激制副作用的藥物呢 因為 每種藥都有副作用 是的 那就加幾種 那 包括呢 就是抗焦類的藥了 抗綿藥等等 加起來呢 一是吃14到16顆 甚至有時也有19顆 那麽多 那他跟那個醫生 就是抱怨話呢 他說呢 我吃那麽多抗抑鬱藥呢 你的身體很不舒服啊 那醫生答 哦 這樣啊 那我就加多幾種藥了 那醫生就這樣處理他的了 那最後呢 去拿藥那個地方呢 那個女士呢 突然之間大叫起來呢 那我錢包不見了 那跟著就當場暈了在地上 好了 那時候呢 那這位A女士呢 告訴你呢 他完全都不記得發生什麽事了 那就向醫生說呢 其實這些這麽怪異的事情 那醫生回答這樣 那我們再加一些藥吧 那這個就是整個 就是永遠 永遠在醫生的角度來講呢 只是一樣蓋一樣 一樣 他有些講出來的問題 又找另一種藥再蓋下去 再蓋下去 不是真真正的幫到那個病人 是啊 那其實呢 很多患者呢 都知道那些抑鬱藥有問題 很多患者呢 都會嘗試停伏這些抑鬱藥的 但是呢 當然呢 一停伏的時候呢 抑鬱的症狀呢 就會折磨一段時間的 那這就是所謂叫做 那個戒斷的症狀 藥物的戒斷症狀 這個最辛苦的了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患者對這些抗精神藥呢 已經深深依賴了呢 就算令患者痛苦不堪 就因為那個藥物是戒斷的症狀 有時候他很辛苦又不想吃 不想吃就更加辛苦 那麼他以為他是原本病的問題 其實不是的 因為你吃了這樣的精神科藥物 停了之後呢 那個精神科藥物的間斷症狀呢 是比本來更差的 那麼所有的病人呢 就經常以為呢 沒有辦法啦 我不會吃就更差 他以為是因為他本來的病尾 其實這個問題呢 是因為他那些藥物的問題 那個戒斷的症狀 那遇到這些情況呢 那醫生說 既然都還沒好 那不要緊 再加一些其他的抗疫症 那這個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本書的作者說呢 其實日本很低的 日本的醫生呢 是根據一本 一本叫做 臨床醫療指引指南的一本書 整個日本的醫生 拿著一本天書就已經病了 那麼大家都知道 這本天書是那些 是製藥廠那些 找人去寫的 所以呢 頭藥的處方呢 他裡面有說的 第49月說的 他說呢 如果頭藥的處方呢 是會令到那個症狀惡化的 那惡化之後呢 就嘗試再加一些藥劑的量 那本指南是這樣教他們的 所以你看到呢 為什麼日本醫生 遇到這些情況之後呢 只是加劑量 不行再換藥 因為整個日本的醫學界 就是靠一本天書 你猜不到 所謂醫學這麼發達的國家 其實就是一本天書 這本天書背後呢 藥廠是找人寫出來的 這樣 好了 那麼大家知道 這些這樣的做法呢 其實是對誰有利呢 對醫院啦 對藥商呢 是有利的 這些是一種機制的 這樣 好了 那麼他另外又講一個 另外一個例子 他說這位B先生 男性 要吃九粒藥的 突然之間呢 他失去意識 暈了過去了 那麼頭部呢 就受到強烈的撞擊的傷害 這樣 好了 那麼問起他的症狀的時候呢 這位B先生說呢 他說不知道 是症狀 本身的症狀呢 還吃藥的副作用 他已經講到了 他可以這麼說呢 他根本都沒有辦法 區別兩者的分別 就是他本身的病呢 還他藥 那麼醫生的工作呢 就只有呢 就是在 盲不在乎地 增加藥量而已 精神科醫生呢 也都不會講明 那個副作用的 就算 就算 一直呢 就開出一大堆的抗疫屈劑 那麼還有那個藥量呢 不斷地增加呢 那麼如果 如果那個病人 對那個藥物提出一些疑問呢 那就很不開心啦 那麼就只是呢 就說 我醫生呢 主要都是開藥方的而已 這個跟藥物無關的 那麼 那的事呢 就一概都不知道 怎樣對付了 那麼這個呢 就現在的 日本這個 那個情況啦 好了 跟著他講呢 他說現在的年輕人呢 那個藥人成癮的 老年人呢 出現了叫做 若因性老人病症候群 一種新的病名 哈哈 若因性老人病症候群 我相信香港很多老人家都有這個情況 嗯 是 好了 他說呢 當然啦 當然啦 在日本呢 很多醫生呢 都被人告發的 香港都有的 全世界都有的 是 經常開藥給年輕人呢 令到他們呢 就是上癮的 那麼 很多時候呢 沒有什麼經過特別診斷 就是開一大量的 那些所謂的 那個 那些 很多時候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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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历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 将这些Ritorin给病人用 你知道Ritorin这种药 虽然表面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但它的化学构造和氢粉剂很相似 所以在科学角度来看 利他林其实是氢粉剂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是假病 假病但就是用氢粉剂 那你也看到 在这些药物中毒的年轻人里面 大量的激增都很正常 其实因为精神科的诊所 将大量的药物外留给供应商 因为有药物的年轻人 自然数量就暴增 疯狂的就不是病人发到瘋 是整个医疗体系本身发到瘋 好了 最讽刺现在已经开始 在其他国家 发现真正能够治疗抑郁症的 是明显有些改善的方法的 现在重新是用检讨其他工具 所谓的疗法就是大量减少投药量 就是近乎这么多 就是医疗问题如何处理呢 很简单第一件事就是减少 尽量减少药物 是很讽刺 其实很多的病是因为吃了药 因为减少药就明显就康复了 所以现在这个新的 在欧洲的风气 就开始用这个的手法了 很多时候停了药 抑郁症就完全消失了 感觉到活着很开心 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抑郁症 是一个短暂性 可能家里遭遇到某种因素 环境的因素 家庭的因素 工作的因素 经济可能有些特别的压力之下 就出现这样的痕迹不好 当然不开心 其实很多这些东西 不是一种化学问题 但现在是很流行的 就是说你的身体里面 那个脑袋的化学物质 出现问题 这时候就用一些药去搅拌 譬如Dopamine 还有那个什么 就是它的化学水平 其实从来没有人发现过 到底是怎么发现 是没有的 是没有标准的 最重要 本身有病患者 真的要找到根源 寻求对症的处理的态度 就不是说有少少 好像刚才你提及过 那些短暂性的可能的问题 而引致失眠 就立刻去找精神科医生 拿大量的那些 以为自己就是抑郁症 而在医生方面 亦都觉得 他也是受药厂的药物 那些东西 你来看就自然给你了 还有就是因为他们是 整个日本医疗的习惯 就是根据一本天书 天书写得清楚 有什么时候就加重量 那他就照做 整个日本医疗园 就是这么浮潜 好了 那在外国 在英国为例 他们开始就 就是刻意 就不要做这些药 虽然是这么说 我都最近有一个病人 在英国来的 这位女士 都是小女儿 二十多岁 都是很严重的抑郁症 又是吃了很多药 所以 虽然这本书是这么说的 他们会用其他那些方法 譬如用那种谈话的方法 认知行为治疗 就是conductive therapy 徹底来谈恕患者的苦脑和脚 可以获得很好的成就 其实大家了解到 背后 不是什么脑道 什么化学物质 什么serotonin 那些高低问题 因为当时从来没有人询得过 几多叫好 从来是没有的 只有一个讲字 那和这些药 怎么去搞它是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 是非常之严重的 好了 他现在这本书有讲 他说这些药物多重性滥用的现象 不单只是精神科 其实各个医疗领域都看得到的 在癌症治疗那里 更加是滥用药物 更加是毒杀病人的罪业 是深重的 这是讲的癌症方面 其中他有一个老太婆 八十八岁的 突然间大叫 她说我棉皮里面很多重 快点将它趕走 大声尖叫 那老人就用了 招命打个棉皮 和身影 当然那些人都觉得呆了 怎么算好呢 当然 很多人初期都以为 这位老人家出现了痴呆症 但是老婆婆一天要吃14种药 吃35粒 是大量的药物 令到老婆婆最终产生了幻觉 但是老婆婆家人都想不到 这竟然是弱副作用的 幸好这案子 这个药物没有令老人家死了 那还可以救 所以你看到 在今时今日 很多这些 出现这些所谓 弱因性老人病症症候群 这个问题是很厉害的 严重到实际上有一个新的病名出现 弱因性老人病症候群 出了一个名字去形容这个 就是非常幽默 通常疾病是这样的 因为药物的关系 就产生幻觉 摇摑跌倒了 健忘和失意的症状 这些是不是整天 我们香港都应该有老人家 都经常都见到这些症状 其实这些症状是弱因性老人症候群 还有就是口干 火烧心 尿湿禁 便秘 消化不良等等 其实这些老人身上 常见的症状 很多人以为都是因为痴呆了 上了年纪 从来没有注意到 其实真正的原因 在药物方面 曾经有一个 向老人专科医生 调查里面 他问在这一言里面 有没有曾经 帮身上出现副作用的老人家 看诊呢 有没有遇过这个 所谓的药副作用呢 那问卷里面 回答就有 之前说有的是71.5% 71.5% 是知道是弱因性的老人病 没有的是28.5% 那么你看到呢 老人家的药池地狱呢 已经严幻重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 嗯 那我们又听了 听了呢 就是在日本上面呢 就是因为那些老人家呢 长期要服装用呢 那些药也都由因为药引起的副作用呢 而是那些医生呢 也都再加了一个不断地加深的药呢 而出现了一个新的病名的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听上去都很可悲哈 那些老人家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呢 贡献了社会大到尾的时候呢 就落得这样 在那个药池里面的那种受苦的情况之下 OK好 那这一节时间我们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从那个药罐子到自然疗法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来今天的题目就是 从药罐子到自然疗法 上一节我们听到日本很多老人家 因为不断地吃 也不断地加重很多药 就形成他们在药池里受苦 其实在中国那边人口老化那边 都已经非常之严重 相信在中国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都有三亿人口 所以中国政府都为了解决人口老化 以前限制每家只可以一个小孩 但是现在都放宽可以生多一个小朋友 希望可以多一些年轻人去照顾老人家 那你看一下 这本书是讲日本 日本的愿像 日本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高的 当然香港也有时候都会有 现在经过福岛事件之后 因为那个变化 其实现在香港的平均寿命是比日本高的 是的 那大家都看到 日本是一个比较保守一点 是不多移民 就是不多鼓励移民的国家 那大家都看到 日本政府从来没有限制你30元的 是不是 但是日本人在近年来 不要说日本 全世界包括中国 其实很多国家都是 那些人都开始自动地 就不想生那么多小朋友 甚至乎不结婚 甚至乎不拍拖都有 这个很突然的 很特别的现象 那好了 老人这个问题 其实很严重 包括在中国 都开始出现这个问题 政府就改了他的策略 从以前的限生一个 现在是鼓励生两个 不是说放开算 这样 那就鼓励你生两个 当然都 好像都不是说给你 是任生的 应该是暂时不是全国全省都是这样的 不是 他不是说你生十个都可以 好像不是 都是两个 都是两个 我也希望 始终 如果生得太难 生肯仔的成长 那边 没有什么好照顾 其实都会出现很多问题 是的 好了 这个问题 其实 最近 有些朋友 跟我说 他们都知道 香港老人院的问题 是 其实想着 不如去大陆 大陆开一些大型的老人院 老人中心 差不多一个 一个community 一个社区 是 让老人家去 当然 现在大湾区 现在整个中国的新策略 希望香港 融入中国 澳门 香港 深圳 就是广州 其实一个多大的 中国的南部 成为大湾区 香港的移民策略都改了 如果你能够在中国 住够半年 成为中国的居民 可以有个居住权 是的 你可以看到 是一个大湾区的计划 是一个长演计划 好了 那问题 他们当时就说 我们去那边 搞一些大型的老人院 叫我上去帮忙 那当然 我这方面 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做些事情 是 但我的想法 跟他们有些不同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把一个老人家 搬离开香港 去到大陆那些地方 你知道 深圳仔去探望 那个能力 是更加少的 是吧 其实老人家 很多时候 是觉得孤独 老人家 其实很多病 都是孤独 因为深圳仔 年轻的那些 其他都会离开 是很值得的 那 变成了 他们 大家的 就是调节的能力 都弱了 那虽然在外国 很多的老人中心 那些老人家 就很多那些娱乐 就是那些 那些节目 就是那些社交节目 那些老人家 所以老人家 就觉得 有时候去老人院 是自己喜欢去的 嗯嗯嗯 因为他会找到一些 就是 从年龄的老人家 可以玩一下 聊一下 那样的 我也是在加拿大 也都见过这些 这样的家庭 那老人家 就自己呢 就 搭巴士 去那些所谓的 community center 那些社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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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未必是老人院 那些社区中心 那很多很多 很多退休的人 在那裡徘徊的 但是最近 在微信 就收了一份 很好的资料 那原来 在中国 就在 在中国 那个杭州 那个 那个杭州 奔光 那个地方 有个叫做 杨光家园的 养老院里面 那又突然之间 就有一个新的现象 就很多年轻人 在那边出现了 嗯 那原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间杭州 奔光的 这间老人院 就把老人院里面 搏出十多张的病床 是专门是很便宜的 是租给一些 九十后那些 刚刚毕业的那些人 那租金很便宜的 那租金很便宜的 它大概三百 三十多米 就是三百多尺的 一间标准的套房 下地窗 有小阳台 那这样的 那以三百元 就租给那些年轻人 那当然要筛选过 那交换的条件 就是这样 他们就要是 是每个月 就要花二十个小时以上 就是进行 是助老的志愿的服务 志愿的 就是你想想些东西 就帮助老人家 是 是 那当然 这个就令到 整个老人院的气氛 是大大改善的 嗯 那其实两家都特役的 老人家 也有这班年轻人 那其中 他有一个情侠 在一个电脑室里面 那有一位志愿者 就教一位老奶奶 是教她 是怎样去用电脑 因为呢 其实大陆那个 那个电脑的科技 是先进过很多国家的 是是是 那很多人呢 就要拿着这个电脑呢 就可以呢 用那个WeChat呢 就和那些在其他 比如北京的小孩 是可以聊天 面对面的 就好像香港用Facebook 是是 在外国就用 用很多的这些软件 是你都做很多 那其实大陆呢 WeChat是做很多东西的 大陆的WeChat呢 比我们的 比我们的WhatsApp 是功能多很多很多的 那他就教她 那你怎样用啊 那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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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教她呢 那能够用到这个网上呢 跟家人呢 就不断地可以 即是可以沟通呀 聊聊聊天呀 可以画画 会次上可以見得到 那这样 那也都有一位 那年轻人呢 就在老人室呢 就教她怎么去画画 那些呢 就教她怎么去画画 那这样 那他自己有些所长呢 就在那里 贡献给这些老人家 那这样 就是 還有一些就教他 其實香港這裡很有趣的就是喜歡打麻雀 我不知道中國現在大陸的打麻雀是否還是不合法呢 我也不太知道 打喬牌我相信一定可以玩 鄧小平很喜歡打喬牌 打麻雀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鍛鍊老人家的用腦 就好過這樣坐在那裡看劇集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其中有一個年輕人就跟老人家打拼拼波 技術好一點就陪著他打 所以看到那個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中國大陸的房租 其實買樓已經是越來越出現問題 年輕人買不起的 接著現在租屋都出現問題 因為很多的租政府放寬了 鼓勵他們租房子 變成在租金方面很多時候租金都已經高得很厲害 變成很多這些加加大學畢業的學生 在經濟上早期是不是很舊的 所以他們就需要找一些便宜的地方住 可以儲回一些錢 通常都是這樣 儲回一些錢將來就可以買自己的房屋 這個就是在中國出現的現象 也挺好的 大家都可以達到雙贏的地步 是的 但另一方面 原來在美國西雅圖有一個理念相似的 叫做代制家留中心 原來就是把老人丸和幼稚園合併在一起 合併在一起 你就可以看到 有些老人家有些小朋友在這裡玩 簡直是很開心 還有十分仔玩的東西都是很簡單 很幼稚的 老人家足以可以陪的 其中一幕就是大家拿一個帳篷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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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五眼六色的帳篷 十分仔總之可以動動就開心 老人家又可以坐在那裡 站在那裡和他繼續玩 所以這也是一個相當成功的 做的 大家可以刻意安排一下 個別的家庭未必是這麼巧 有些年輕的小朋友小朋友 可以和老人家可以住在一起 尤其是中國的現象 因為中國現在工作 大家經常都要去不同的省 不同的省、不同的城市去做事 很多人離開那個家鄉 去那些其他城市 所以變成很多家庭都是真的很慘的 都是真的沒有什麼人在這裏照顧的 這是一個中國的很普遍的現象 當然現在中國已經開始在這方面作手 發展大西方 不要把那些人每個人都要去東岸 東南邊做工作 你看到其實很多方法都可以處理老人家的問題 當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症狀 就是很多香港人都很面對 老人家很多時候患的病 是若因性老人病的症候群 這個在醫學上已經出現了 原來其中在我剛才所說的 一個老人專科醫院的調查 有71.5%的老人家 是有這些病 這些病是因為食藥吃得太多 那治療方法就盡量去減少無謂藥 但當然在過程裏面可能會很辛苦的 但很多老人家的藥 其實根本是吃不吃都是差不多的 其實老人家不會反應到很強烈到不適 所以大家記住老人家很多問題 其實原因的根源是因為食得太多藥 嗯 OK 好 再回來我們現在看就是 就是藥殺標準的情況 就是今天現在經常都說 那個藥其實有很多種的邪惡的方面 其實應該是那個標準情況應該是怎樣 其實那個食藥吃藥 大家都知道你吃了藥就會發生五樣東西 藥會造成五樣東西 它叫做藥之五惡這本書 五大惡 它製造藥傷策劃的死亡階級 就是一吸一吸藥 那它呢 你看到藥的五惡是第一 第一藥是令到急性病變成慢性病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初初小小的那些這樣的問題 吃了藥之後 可能波動是傷風感冒 甚至乎根本是可能鼻敏感的 那在吃藥之後呢 就是本來可以自己康復的病呢 都不能夠自己康復了 那所以第一件事 藥做到的結果呢 就令到急性病變成慢性病 第二 做到什麼呢 令到慢性病惡化 有誰吃了什麼慢性病惡 糖尿病惡 高血壓 關節炎 或者什麼都好 他吃藥之後呢 那個病是慢慢好的 是誤會的 其實很肯定呢 那個病是慢慢惡化的 那他通常呢 都是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這些病是沒得醫的 他們在西藥之後來說 大部份都是 其實都是不可以跟著的 不過是可以控制的 那大家都很誇張的 吃點藥控制 那但是控制的 那差不多就控制不了了 那變成了越來越差 那他們的做法呢 在日本的治療 就加劑量 加劑量 有副作用就用 另一個就是去蓋那個副作用 那這個就是第二 第三呢 就出現什麼呢 它是令到 用副作用呢 令到病人是離不開藥物的 因為呢 本來都是一種病 那吃吃下呢 就副作用呢 加多幾種其他的病 是副作用的病 那變成了 你就覺得 哇我的病其實多了 那第一個病你已經這樣搞了 那第二第三個病 算什麼呢 那唯有再吃多點藥 那令到你是沒辦法 即是你走不甩的 你的病沒有少到 只一直這樣加 那所以呢 那這種情況 即是有新的病 就加下去了 那第三 其實那些病是副作用的病 副作用做出來的 第四呢 那些藥物內壽性呢 是使藥量增加 那就是說 那試試一下就純了 是不是 整一般人說了 純了 那怎麼辦呢 就是加重點藥 那最後呢 就依賴藥物呢 就逐漸成為一個廢人 你看香港呢 我跟大家 我都講過很多次了 香港很多的所謂中援人士 其實是甚麼呢 全部都是這些病者 是長期病患者 這些藥物呢 是令到他成為廢人 成為要純潤的人 這是一個 大家真的要好一點去了解 檢討一下問題的根源 所以呢 現在那個情況呢 就是全世界的醫療界的現象 都是在做這件事的了 乖乖地執行 由一變成五的藥物的 那個恐怖藥物療法的步驟 當然這種運作方法呢 讓藥物的銷量呢 是一飛沖天 龐大的利益呢 就進入了全世界 各藥廠裡面的口袋裡面 另一方面呢 很多患者呢 也都不知不覺呢 就是走完這個路程 成為一個藥罐子 所謂的藥煲 最後呢 就不是藥物中毒呢 是變成廢人呢 就是自殺 或者受盡傷殘的 忍受副作用的折磨 是抑鬱而終的 自殺呢 大家聽過很多香港的自殺 他殺自殺呢 都是因為他病 醫不好 或者是一個老伴 他唯有殺了他 跟著自己又自殺 這本書所講的 其實呢 是大部份的國家 都是在講的了 那這本書也提到 那個曼德遜醫生 Robert Mendelsohn 這本書我們十幾二十年前 和大家幾十年前 這本書是在加拿大 但是我們認識這位醫生的 那他說呢 他說呢 曼德遜這位是一個 拿獎的 拿醫療教學得獎的醫學教授 也是一個醫院裡面的主任醫生 他說呢 現在的所謂的醫療 其實是一種死神的教派 是一個教派 是一個死神的教派 好了 那麼他自己計一計 他說呢 在大戰之後的六十型島裡邊 是被虐殺的癌症治療的死亡率的人 是大數增加的 他說呢 我只是雅薩 他說呢 計過之後呢 他起碼超過一千六百萬人 就是說呢 戰後在癌症戰爭 密密遭受到 壓殺的犧牲的數量呢 是太平洋戰爭 三百多萬人犧牲者的五倍那麼多 他們在一個純白的床上 被投醫認為是抗癌劑的劇毒 是有害的放射鮮治療 以及危險的手術裡面被殺害的 他說沒有一個例外呢 只要在現代醫院裡面 患者就會被投入 投入極度有害無益的劇毒的抗癌藥 那麼他說呢 這種驚人的事實呢 其實呢 簡直是 竟然是沒有什麼人去察覺的 這個這樣的 就是很明顯的 我們的資訊是被人控制得很厲害的 那麼地球上呢 其實呢 並不存在正確的教育和報道的 那麼 在希特拉時間呢 在寺傳裡面的那些奮鬥路說呢 小的謊言呢 是很快被人刺破的 但是漫天大的謊言呢 是絕對不會被人刺破的 即是說呢 你謊言不斷地重複 就變成真理的了 那麼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那個問題 這個這個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都是不斷地出現 不斷地發生的了 如果我們不好好地 就是正視了在那個藥物的危害性那方面的 這次時間呢也都差不多 一會兒我們回來再繼續 我們今天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從藥罐子到自然療法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過大自然裡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啊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這樣呢 就可以做到一個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呢 其實現在市面上呢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呢 在我們的健康店呢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了 接地器的產品呢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三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從藥罐子到自然療法 袁醫生啊 我們人類呢 就在那個的 即是在日本人那裡 然而相信了 就是藥可以治療病的嘛 所以對於藥物的信仰 醫生的信仰 醫院的信仰呢 在日本人對於這些信仰上面呢 很多是很根深蒂固的 我相信其他地方的人都是 但是人類呢 就是一個資訊的動物來的 如果呢 一旦有人呢 將這些操縱了你的資訊呢 就可以將呢 隨意在操縱在人類上面 那麼社會上呢 有兩大那個資訊的來源 一是呢 就是教育和媒體 而世界性呢 在很巨大的藥廠裡面呢 他們就很巧滅 這樣呢 就支配了這兩大的領域 令到呢 真實的那個資訊呢 永遠都不可以達到在大眾的資道 而是實在呢 是很狡猾的方法來做了出來的 所以我們一向 令到那些的日本人都繼續呢 是覺得就是 我要藥就可以用來治病 是啊 就是這種對藥的麻木信仰 對醫療的麻木信仰呢 其實不是很自然發生的 是一個很刻意呢 是被體造出來的現象的 那麼這個要看一點點 再說一下基本的歷史 那其實在醫學上呢 是早期呢 其實醫療是很多元化 就是 好像這本書的作者有提及 當時的醫院呢 就有骨科醫療 就是脊醫 骨科的Osticopathy, Chiropractic, 属于这一类 亦当然是草本的自然医疗、水疗、心理疗法和同学疗法 其实应该一向都很多 但是为什么会慢慢由一种多元化医疗 变成唯一用药物的西药对抗性医疗 其实背后有一个菊是制造出来的 这个局是药厂,当时洛克菲娜和卡尼吉、Mellon 他们开始觉得我们的医疗最好要科学化些 要提升我们的医疗质素水准 于是他们就用钱来资助这些医学院 当时他们说我们的医疗应该跟德国 因为德国是一种科学性的医疗,其实是药厂背后的医疗 结果就将整个医疗的手法 慢慢地根据科学性的医疗 根据德国的模式 成为所谓科学的方法,科学证实 他认为那些药物,开刀等 美国就出现了那个John Hopkins 这个差不多是一个医学院 但是背后呢,这些所谓的慈善家 背后的慈善家呢 进入了之后呢,他说 那我们就出现资助你们的医学 教育,当然都应该是很合理派 派我们那些人呢 在你那个董事局那里 就是看着一下,大家觉得是 那出现就给他进来 那这些人进入了之后呢 就慢慢慢慢地呢 将医学院那些教材呢 教的方针呢,是一路改他的 那怎么改呢? 是慢慢地将那些自然的医疗工具呢 是完全挥走的 因为他说要科学化 他要科学化 那结果呢 结果最后呢 他只能够,他会资助一些呢 是听他用那些所谓 药物的科学化那种医疗呢 他就资助的 其他那些就不资助的 那好吧 不资助都不要紧了 那很多时候呢 在外国呢 就是这样的 你这家学校呢 你要做所谓认可的 认可的 那认可呢 当然有相多的要求 那就是图书馆有多少书量 那那个教授里面呢 有多少是博士级啊 或者是有资历的人 那就是很多很多的 实验室里面有这些设施 那结果呢 这些是需要大量金钱的 那好吧 如果他不资助你的时候呢 这些这样的学校呢 就慢慢地就 就是不认可的 就是拿不到认可证 那没有认可证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你那些学校 不是认可的学校呢 所以你不可以参加考试咯 就是那个医生牌照的考试咯 是不是 那好吧 那如果你那些学生去那些学校 到完之后呢 不可以去考试咯 那就可能就带了 那甚至说下课了 你或者那些学校呢 或者是你 belly的便照应 Stock 那不是这样的 那些学校呢 那这个学校呢 就是所谓呢 我常常以為我們要免費強迫教育是好事 但同時每個人看回歷史上 在早年在30年代 美國人的文化水平的文盲是很低的 包括那些黑人奴隸 那些文盲水平都是很低的 那些人根本就不想用這些所謂的強迫教育 所謂的免費教育 那背後什麼人呢 又是這些石油 金融 背後的軍事這班洛克菲麗 卡納傑 他們是背後的操縱的引手 美其明就說我們應該要在學校裏面 政府已經供應強迫教育 結果一有強迫教育 一樣他就要看你的規矩 你學你那些資資怎樣 資資資要教什麼課程 其實又擁控了整個教育 所以你看到全世界包括香港都很明顯在內 自然醫療那些和那些話題 從來不會在媒體聽得到的 大眾媒體出來媒體很少很少說這件事的 但最近有些媒體有給一些專欄 某些人寫 但是他不會很刻意 做一個很好的電視台節目給你說這件事的 還有教育裡面 香港一般的教育有多少時候會請一些 講解一下治療那些話題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第二件事 為什麼很多人拿不到這方面的資訊 所以就很容易被人不斷地洗腦 就好像希特拉說 方言不斷地重複就變成真實了 其實是我們的大眾媒介教育 不斷地重複重複這些這樣的 有病就要看醫生 要吃藥 那些人就慢慢陷入了這個泥足深陷的現象 那個藥池裡面 那剛才所說 就說其實那些人死在那個癌症方面 那個治療癌症 死的人是非常之多 五倍 五倍於那個太平洋戰爭之後的六十年 太平洋戰爭只是三百多萬人而已 她說她算過死在藥物那裡是五倍那麼多 其中有一個醫生 她在患症病友裡面 就做出以下的高把 她當時有一個神情很痛苦 她說我作為一名內科醫生 在三十五年裡面 曾經向八百位癌症病人投入抗癌藥 替五百位病人做過手術 我直接這麼說 這些患者最終沒有任何人可以生存 就是從來沒有一個給她醫好過的 這是她自己 說她二十五年裡面 作為一個醫癌症 她說沒有一個給她醫好過的 她說當時那個會場 直接沉淨了 這位醫生 接著就放棄了手術刀和抗癌藥 她新將餘生供應 是一種替代醫療 即所謂的alternative 其實是傳統醫療 不應該叫替代醫療 她在做出決定之前 她說已經太多人犧牲了 她告白內容看 她說醫生在積熱生涯裡面 平均會殺死超過一千個名的癌症病人 相信大家聽到這種說法 癌症專門一定會生氣到發生 問題就是這樣的 她說你們有權生氣嗎 根據江山大學醫學部的調查 八成死亡的癌症病患 死因都不是癌症本身 是癌症治療的重大副作用 這是江山大學醫學部的調查 百分之八十的癌症病人 死在治療 又不是死在癌症 這是醫學院大學裡面的調查 她說抗癌劑沒有辦法治療癌症 她說這是常識來的 她說探訪厚勞 負責管理的抗癌劑的器官的時候 她有無其事回答 她說口爐省保險局的醫療科長 都公開表示 她說抗癌劑用得再多都是沒有用的 她說 她說 正控訴說 她說可以將這些無效的醫療藥物 指定為保險適用的藥物 其他訪問了 271位醫生 她問她們 你會不會在自己身上 是用這些抗癌藥 結果270位都說不會 這個調查和我以前和大家分享 在麥嬌大學那裡有些不同 麥嬌大學 其實裏面有九十幾個人 九十幾%就說不會 這個程度不至九十幾% 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271位病人裡面 醫生裡面 270位都不會用這些抗癌藥 但當然她們是無不在乎 她們很容易對病人打這些 明知心知肚明 這些藥是無效的 那為什麼可以做呢 因為皇貴的抗癌藥 對嗎 她說 有一種藥 是叫做 Pagin Terrapin Pagin Terrapin 這隻藥物 一克 一個克的藥物 三千三百一十七萬日元 你聽到這些 三億三千一百 三億幾百 一個克的 哇 嚇到嚇死了 好了 很明顯 醫院去治療癌症 其實是搭著新鋼線的高速膚鐵路 直接衝往地獄是一樣的 我們一向都聽得太多了 一些癌症病人 在未發現有癌之前 是很滴滴的 一有發現癌 一去治療 很快就死了 你看到這個情況下 在日本當然出現很多 癌症病友的自助會 叫做全支會的警告 其實癌症會 香港很多的 但香港很多的癌症病友會 其實目的 是鼓勵你用西藥 背後醫生、藥廠 去治療他們 但這個癌症病友的自助會 全支會 水泉的泉 就是另外一個 這是一個名古屋 名古屋地方的 全支會會會長 叫做中山武先生 但在年代中期 就等斷了 出現了一種 叫做滲潤性的胃癌 一種胃癌 中了全胃的切除手術 當時朱生醫生跟他說 傳活率只有三萬分之一 即是等於零 很明顯 很明顯 切了整個胃 切了整個胃 有些人經常說 你胃癌 我便切了胃癌 胃癌便沒有了 結果怎樣呢 半年內 胃癌復發了 他只剩下半年命 當然他不服輸 聽聞吃完米飯 白米飯 糙米飯 對患者病醫好 很好的 照著 聽說 一天 口酌一百次 就是那些飯 慢慢吃 不斷吃 本來那些喜歡吃煙 吃甜品 全部都戒掉 公司的工作營業 都停止了 還回了鬼工 命都沒有了 是吧 他說 他說 我怎麽可以輸給癌 說著這些信念 他就又一吞 吞一下原米飯 即是 咬一百口 咬到變成水壺 水質 自己流下去 不用吞的了 他每次就是 我不會輸給癌 咬咬咬咬 吃這些醋米飯 咬一百口 結果身體 就慢慢改善了 你記住 其他以前的壞習慣 全部都改了 半年之後 限期到了 他仍然還生存在 接著一年 兩年 五年過去 結果 醫生檢查他的胃 他說很驚奇 癌症全部消失了 話說三萬人 只有一個可以得救的絕望 的境界 這位中山先生 靠著不服輸的精神 和換米飯 是活了下來的了 嗯 這個真是一個很勵志的一個 例子 其實說 不是說一定是 亦都證明了 所有的那些 他們那個藥物的信仰 其實是 即時可以破滅的了 這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待會我們回來繼續 我們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有題目就是 從藥冠展到自然療法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3W多 H E A L T H 歡迎回來第四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從藥冠子到自然療法 如今上一節我們很震驚地聽到 中山先生憑著他自己一個 不復書的精神 和很簡單一個玄米飯 就可以將他在三萬分之一的比率之下 就存活了下來 其實他是透過了 如何方便讓他達到治癒的情況 剛才提到這位中山姆先生 他只不過說他不用書 不扮書 不噴氣 他就不知道 其實醫癌的方法很久歷史了 我記得我早年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讀過醫學院的時候 是七零年代的美 八零年代 很流行一種叫做 Mecrobiotic Mitsuguchi Mecrobiotic 在日本人做的 Mecrobiotic 就是用這些玄米 蔬菜 我相信這位中山姆先生 可能當時在日本這位的 一種方法他已經聽過 結果就是用 吃玄米飯 當然戒掉那些以後都沒有習慣 寫的很簡單 就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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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這位中山先生當然很多人都會參加一些癌症病友的聚會 就跟大家說 我都很多的 什麼癌症什麼乙癌 什麼癌都有的 其實他去到現場 他令到他非常之呆 他説 他説大家都很憂傷地 講述和癌症奮鬥的艱苦的過程 整個活動的蔓延 就是一種桑禮般的氣氛 中山之間看了下去之後 就突然之間敲了一桌起身 他說各位看看我 我和這位所謂知名的主播 那個日健先生 同樣是患了腎性的胃癌 但我就活了下來 他說各位消極的心態是會助長癌症惡化的 他激勵地鼓勵現場的病友 同時也深切感受到癌症病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於是就設立了病友自助會 叫做全知會 19年過去 全知會和病友約定的事項 只有三樣 就是做三樣的事 第一 要明白癌症是可以治好的 第二 採用玄米素食 第三 運動不可缺乏 就是這三樣的 就是這三樣的 相信是癌症病患也好 當然改變你過去生活的飲食習慣 也要的 做多些運動 還有就是做那個緩委 就是好像那個營食 就是那個醋米飯 那些還有素食 好了 在製造會成立了十幾年 會有的人數大概有800人左右 十年間有800人 都不是很多 我以為會有很多很多 好了 生存率平均是高達95% 這個資料是哪裏 根據明古屋大學醫學部的調查 不是他自己說的 不是自己發佈的訊息 的數據來的 是明古屋大學醫學部的調查 他說四分之一的會有 是初期的癌症 四分之三是中期和末期的癌症 他說這些居然能夠有這麼高的存活率 簡直令人驚訝 會言之中 以中老人較多 是不是 都比同輩的健康的人 活得更加久 很奇怪 就是這些人 癌症的病者 改了一個生活飲食習慣 他比平時沒有癌症的人 還活得更長 他說改變你的心態 飲食和運動習慣 不單是癌症、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 都是一樣可以都好的 很明顯 其實我經常和這些病人 我經常溝通 其實你要了解到 你的病的結果 是你過去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心境造成的 那個是個因來的 造成你今時今日的病 你要改變你的病 是一定要把以前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心境全面改過 這樣才能做得到 OK 這個體道 他說全知會的會員 幾乎都和醫院劃清界限 他說因為醫院 會員就只是重複那一招 就是患者用一些有害無益的抗癌藥 放射線和手術 在我們的持續會 其實已經很多人 已經接受過抗癌劑和方兆的治療 身體殘破百堪的人 可惜最後 只能夠令到令人遺憾的結果 但是如果你沒有去過醫院 就應該還有傳遇機會的 就是你去醫院 被人搞到殘殺就麻煩了 是 好了 去過醫院的患者 反而沒有辦法得救 這是非常之諷刺的 就是你去過 跟過醫院做過這些事情 已經是難醫很多的 在我們的診所裏面 我遇到很多很多 男性的病人 但是很多之後 都是因為過去 曾經做過這些醫療的傷害 結果是難醫的 當然他們的態度還沒有明白 有什麼小事 又進去那邊被人搞 很快結果都是搞不定的 好了 這個中山會長 在這裡提出的地獄的新鋼線 即是高速去地獄 他就問 這架車是高速直踏的列車 中山先生說 是的 他說不到冬點 是沒辦法下車的 明白嗎 是 你上去之後 你不到冬點 你下不了車的 快寮電 開了之後 你是下不了下來的 他說到了冬點 有什麼在等你呢 就是棺材在等你 很明顯 有一次證實了 抗癌藥 完全沒有幫助 沒有可以幫助到 那些癌症病人 癌症病人 反而是推向死亡更加快 只要我們將 聽聽中山先生說 透過他的心態 改變他的心態 他的習慣 他的飲食習慣 加上運動 其實那個存活率 去到95% 的效果 是的 原來在日本 有很多這方面的書 其中一本書 叫做 癌症死者親友 請打110 因為你愛的人 是被人殺了 110就是報警 緊急報警 打110 全世界都可以的 原來這個號碼 就是報警 家人被人殺了 他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自信 他說原來 醫藥裡面 三種療法 雖然已經是有害無益的 殺人的療法 美國政府機構 OTA Office of Technological Assessment 就是科技鑑定局 的報告 在1990年中 已經明確證實 他是沒有效的 就是開刀、化療等 已經說明是沒有效的 他還說 另外一種叫做 替代醫療 就是Alternative Medicine 其實是說自然醫療 對癌症治療才是有效的 這是美國科技 政府機構的科技鑑定局的報告 告訴你 這些開刀、化療等 是沒有效的 反而自然醫療 替代另類醫療 那些才是有效的 政府已經在1990年中 已經說了 香港傳媒有哪個報道過呢 OK 他們提出真相的警告 完全被日本政府 媒體和醫學界 全部都收起來 當然日本人都聽不到 不要說香港人都聽不到 日本都聽不到 不要說一般民眾 醫生自己都被蒙蔽了 醫生都不知道 只有這種封口令之下 今天幾乎全部日本人 無論是醫生患者 都被關進一個 無知黑暗的監路裡面 是 OK 好了 那回來了 原來 這位中山先生寫了一本新的著作 叫做癌症會逐漸消失的 副標題就是 預防復發轉移的17個戰略 這本書我不知道有沒有翻譯 這本書我想不知道 總之是一本 創造癌症會治癌的體質 所以不改變體質的話 癌症就可以出現身體任何的地方 我經常給大家解釋 癌不是乳癌是乳癌的地方 其實身體到某地方都可以有癌症 它不是什麼轉移的 只不過身體的免疫能力差 那裡出現其他地方都一樣出現 那是你的體質的問題 你要改變你的體質 它不是醫生的一屆 但是一個素人的癌症的體現 是遠遠比一些大名鼎鼎的教授 更能夠了解癌症的本質 他說這位中山先生 繼續提出他的勸戒 他說癌症本來就是一個治得好的病 癌症是生活習慣 所以能夠改善生活習慣 心靈運動習慣 和避免受糧 就是惡性或者美疾的癌症 都可以克服的 這個是一個癌症會的會長 自己搞定了 還有他的會 會用他的方法 成功率是多少 95% 95% 很簡單 改變你的生活方式 提高自然的治癒能力 擊退癌的細胞 除此我沒有其他辦法 這本書簡直可以說 是根據癌症病 有傳遞19年來的實跡 有什麼醫療機構 可以說有95%醫癌的成功率呢 還有他四分三是中期和末期的病人 不是說全部都是 初期的 而且他活了一人 結果他的壽命比從來沒有癌症的人更高 更長 這本書 暫時我不知道有沒有中文翻譯 他說 他說 失敗的人 以及容易失敗的人的問題在哪裡 包括 想要隱瞞癌症病情的人 不好的 不想讓人知道 覺得好像很醜 還有負面思考的人 自我忠心的人 總是對事物很執著的人 這些人是搞不定的 無法改變想法的人 以及不停逆以忠言的人 以及傾向於怪別人 就是人家壞呀 有什麼認定他呀 或者家裡的壓力呀 或者老公呀 或者老婆呀 的問題呀 或者公司的同事呀 還有總之呢 是焦急不定的人 就是這種病人 這種人呢 還有呢 是失去求生意志的人 這些人呢 就是失敗的 再說一次 想要隱瞞疾病 那個癌症病情的人 不想讓人知道自己有癌症 負面思考的人 自我忠心的人 總是對事物很執著的人 無法改變想法的人 不聽逆以忠言的人 傾向於怪罪他人的人 總之是焦慮不定的人 失去求生意志的人 這些呢 就是難醫的人 所以第一 在這方面呢 一定要改 因為這個是一個 中山醫生 這麼多年來的 就是有百分之 有七百幾個匯友 成功生存率 是達九十個百分之的 其實呢 就是癌症呢 是可以九十五個百分之的 是醫得好的 這個都是他 他十九年來 他對那些 在他的會裡面 那些經驗的資談 他累積了回來的那個經驗 那就是很明顯 都看到的 就是最後 就是失去求生意志的人 你真的 你沒有了這個求生意志 我相信呢 就是寧丹妙藥都幫不到 幫不到的了 還有一些呢 就是不肯改變 就是他們還是深信 那個藥物的信仰 那些真是沒有得救的 那些最重要呢 就是真的要接受那個 如果真的患病 改變這個概念 是吧 改變他 改變你自己的 那透過那個心態飲食 還有運動的方面呢 而是可以達到 有九十五個百分之的 那個治療的那個療效 那這個就是非常之 一個震驚 也都好 一個很激勵性的 給一些的病患者的一個鼓勵來的 好 好 今天呢 我們的時間也都差不多了 好多謝啊 袁儀先生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一些急切性的問題呢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來預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在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網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賴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好今天 麻煩你了袁醫生 拜拜 好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